当众也出现了一件特别的案例 这是一名57岁的妇人 她因为染上灯格热 住进普通病房 之后又确诊感染新冠肺炎 因此新加坡当局立刻紧急隔离 曾经和她住在同一间病房的病人 致命的新冠肺炎让全球陷入恐慌 新加坡也饱受疫情之苦 最近更出现特殊案例 有人感染灯格热 同时新冠肺炎确诊 这一名57岁妇人 是新加坡新冠肺炎第82例感染者 她上个星期在当地一间医院的普通病房 接受灯格热治疗时 发现自己出现呼吸道症状 由于灯格热一般症状为发烧起疹子 不会出现呼吸道症状 因此医院紧急替妇人检测 最后确定她不但有灯格热 也同时感染新冠肺炎 第82例复人确诊后 原本和她同住一间病房的病人 目前也已经被紧急隔离 新加坡当局表示 双重感染属于特殊案例 是当地第一起 但也是目前唯一一例 尽管新冠肺炎成为全球防疫焦点 灯格热疫情也悄悄升温 巴拉圭爆发严重灯格热疫情 连总统阿布朵都在1月底染病 索性现在已经康复 不过从今年初截至2月21号为止 当地灯格热已经造成至少20人丧命 因此巴拉圭众议院通过草案 宣布国家进入紧急卫生状态 全面投入防疫工作 防堵疫情继续蔓延 解谭若仪综后报道